上帝掌管历史 历史不是盲目的 但上帝为什么会允许日本侵略中国 手段及其残忍毫无 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中国人 第一 我们要区分啊 隐藏的旨意 上帝的永恒的预指是包罗万有的 永恒的预指是神的计划 神关乎将来的创造护理救赎 以及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 上帝有一个计划 然后预定呢 是涉及到了关于天使 蒙保守 蒙拣选的天使 不多落的天使的拣选 和其他有人格性的被造物的 救恩的拣选就是人 上帝拣选一部分人 一气一部分人 这是预定 预定比预指更窄的概念 是涉及到救恩的问题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 神的旨意有分类的话 有隐藏的 没有向我们显明的 我们什么时候死 什么时候信主 我们不知道 下一阵这个总统是谁 五十年以后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那是隐藏的 上帝在永恒当中 一些计划 上帝心里有数 我们不知道 没向我们显明 向我们隐藏 显明的旨意是 透过律法和先知 透过新旧约 圣经 已经向我们显明的 交到我们当今的本分 生活 敬钱的智慧 礼拜等等 福音的真意 救恩的方法 敬钱生活的本分等等 感谢 包括末后的日子 将来要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大事等等 他都告诉我们了 虽然告诉我们 圣经解释上还有一些困难 因此呢 我们看到 在上帝的隐藏的旨意 和显明的旨意之间 还有一个 在执行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 上帝有护理 上帝在宇宙历史当中的掌权和统管 那日本侵华 当然是 如果没有神的旨意的允许的话 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那就出现另一个问题 善良的神 为什么允许这样 邪恶的 所谓的帝国主义 所谓的军国主义 所谓的这样邪恶的事情 来侵略另一个国家 屠杀 强奸 残暴 等等的 不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 上帝所有的行为 作为 旨意 计划 都是有良善的目的 他只不过是这个原因 目的是向我们隐藏的 因此我们到此就保持敬畏 信心 信靠他就行了 相信在他那里有最美善的目的 当然退一步 我们在基督教要预里面也可以看到 加入牧师解释 为什么婚姻不幸 社会不安 甚至恶事横行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 第一 认清现实 一个不敬畏上帝 一个没有上帝 堕落的人类 如果没有上帝这种护理的话 其实可能比现在看到的光景更恶 那证明什么 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 人的悲惨 让我们对今世不至于抱有虚妄的幻想 执着于今世 好像地上要建个乌托邦和天国一样 好像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今世 让我们默念永生 婚姻出现问题 除了没有借着这样的不好的事情的话 他的这种万事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得益出这种一时多鸟 用我的话 就一件事情可以达到不同的果效 他的一味要却治百病 比如说婚姻关系不好 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反省我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我妻子对我发怒 当然对方是罪人 对方也有不好好管理自己情绪 无理取闹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像镜子一样 让我看到我跟他关系处不好 是因为我里面有些我曾经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好让我谦卑悔改 第二可能去包容对方 成圣的过程 学习理解基督的爱 饶恕和接纳 然后还有很多 让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感情寄托在这个地上 或者别人身上 让我们渴望真正的安慰和爱 满足从上帝那里 因为所有人之间关系 爱也好 情感也好 最终得到满足的 享受的对象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别的 其他的从某种情况都是使用 除非你享受上帝 否则你就不可能透过被造物来享受上帝的那个爱 在被造物当中 在婚姻当中享受上帝的爱 什么意思 日本侵华虽然是邪恶的事情 但是这个背后有上帝什么测不透的用心良苦的计划 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要去把罪究责任归给良善的上帝 我们第一 我们没有那个资格去审判上帝 第二 我们也没有那个高度去审判上帝 我是谁 竟敢论断上帝 对不对 自以为是的 以为我们所谓的公平公义的概念去 试图把上帝拉到我们这个扭曲的标准面前 去审判上帝测不透的旨意和良善 耶和华尽都诚实 他所有的行为都是诚实的 清洁的 正直的 智慧的 良善的 上帝允许 虽然不是说上帝一定喜悦这样的恶事发生 但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善 他可能会允许一些恶来成就 我曾经就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金正恩这样的暴政 想到金正恩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想到谁 如果没有金正恩这样的人 大家就天天幻想着 在地上有一个可能乌托邦那种理想的王 有金正恩这样的人 我们才知道人就是罪人 人所有的政府都不完全 人需要规范 需要上帝的统治 没有上帝的人 其实就跟恶魔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现象是必然产生的 有它的好处 大家在地上都过着这个幸福的生活的话 谁还盼望天国呀 你每天活得像天使一样 你怎么能够认识到自己是邪恶的罪人呢 谦卑的需要仰望神的怜悯呢 对不对 当然这个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自己缘故 我们败坏的本性 对不对 我们重自己的情欲 不服约束 上帝虽然用一般恩宠 也常常约束提醒我们 借着道德良心来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悖逆嘛 所以所有邪恶的事情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事 日本人他有他自己邪恶的计划 但是上帝却用恶人的恶行成就他的善 但是上帝的目的却是为了善 日本人有他自己的私欲和邪恶 这就是上帝在约伯身上的目的 和撒旦的目的完全不同 所以上帝是善的 撒旦是恶的 这就是神政论 大家要训练自己这种思考 虽然这种解答也不完美 但是圣经就这么教导我们的 上帝所行的禁斗诚实 清洁并没有不义 良善的上帝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动机 OK我们这个问题就解释到这里